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十九年下水的世界上第一手软洋木壳铁甲蓝光荣号 是勇士级铁甲蓝手蓝 与其姐妹蓝合亲王浩同为世界上最早采用铁甲船壳的军艦 勇士号于1863年进行了一次对公众开放的环大不裂颠巡回展示 自此一直活跃在海峡蓝队 随着性能更好的全身气无风凡铁甲蓝毁灭好的服役 勇士号逐战过时于1875年转入预备艦队 最终于1883年退役 1987年至今 勇士号一直作为英国国家历史艦队的一员 驻拍在托茨茅斯 女皇陛下胜利号战艦 是一手英国皇家海军的一级风凡战艦 在1778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 参与亚新特岛战役并于1797年法国大革命时 参与性民生国之役大胜西班牙海军 此后又在1885年参与特拉法加之役 拿破仑海军 其间因作为纳尔顺海军中将的旗舰并且大破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 移民名于世 胜利号战艦 也是现传最古老的战艦 现在停放于英国朴翅茅斯海军基地的干户 作为一所浮动博物馆使用 作为一所浮动博物馆 作为一所浮动博物馆 是英格兰南部城镇周围建造的一系列防御建筑 修咸顿是早期罗马和望格鲁 撒克顺定居点 用城镇或枷渠加固 后来的城镇随着十世纪城镇千字燕子而形成 这个新城镇由河岸 枷渠以及河流和海岸线的自然曲线堡位着 诺曼人在修咸顿建造了这座城堡 但直到十三世纪初期 才尝试改善该镇的防御 当时修咸顿作为贸易中心的日益繁荣 以及与法国的冲突促使他们建造了许多门楼和石墙已通往城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I'm down and on my knees And I may fall As I'm so close to the edge I'm down and on my knees